大家好,我是Den 今年是出道10周年的APINK成员孙男恩 合约到期决定离开经纪公司了 今天APINK所属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最近与伯扯龙、云伯米、乔恩寺、金南珠、武汉洋 五个人完成了续约 孙男恩则与成员们以及公司经过深度的讨论后 决定为了梦想不再续约 公司尊重孙男恩的决定 也会真心的因缘以后的发展 虽然很遗憾孙男恩以后不会与公司在一起 但是对于团体的爱情 六个人都是一致的 以后也会一直维持合作的关系 APINK以后也是六个人 分开又一起继续与团体活动 希望大家能给予支持以及鼓励 然后马上又有另一家媒体报道了 孙男恩目前正与YG娱乐积极地讨论中 很有可能会签下专属合约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虽然有点伤心 但是希望能更好 孙男恩加油 只是因为活动也好 希望能一起继续活动 他们团活那么好 孙男恩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才离开的 会继续支持APINK跟孙男恩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进行APINK活动了吧 只是不明确表示退团而已 对于孙男恩离开所属公司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A.Purihanju在4月26号 通过法律事务所对那位自称是前职员的网友 以散播虚假谣言 民运毁损 威胁等嫌疑进行了提告 也就是说 在几个月之内 我们就能知道周围网友的真正身份 到底是不是前职员 还是其他人 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大家的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2018年出道后 昨天结束了两年六个月活动的 爱情文成员 Miyawaki Sakura Honda Hitomi Yabuki Naku 今天都离开了韩国 回到日本了 孩子们辛苦了 要再回来 我们一定要再见面 看Hitomi Koo的样子 真的很催泪 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见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希望准备统策的所有台湾学生们 都能拿到好成绩 我们下支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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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